2005年2月20號有一位叫做左央的網友非常鐵齒 他玩了幾個主流都市傳說的遊戲 並決定在天涯論壇上分享遊戲過程 當然有網友質疑他是不是真的有去玩這些遊戲 還是只是在網上查找資料 在幻想可能發生的情節 畢竟在2005年幾乎沒什麼人能夠以影片的形式將過程記錄下來 面對網友的質疑左央是這樣說的 我敢玩並不說明我膽子有多大 而是我從小就有強烈的好奇心 看到了不親自做一下會很不舒服 比較流行的幾種恐怖遊戲我大都玩過 都是一個人進行的 所以需要幾個人同時進行的都沒有嘗試過 我可以很負責地說 以下我所說的均屬事實 否則我可以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他分別做了以下四個都市傳說 第一個是削蘋果實驗 據說在晚上12點的時候 只要對著鏡子削蘋果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前世 左央將他媽媽梳妝台的鏡子拆了下來 便開始進行遊戲 削第一顆蘋果的時候 只有感覺到心裡毛毛的 手一直在抖 可是削完第一顆蘋果 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於是左央接著削第五顆 第六顆蘋果 直到實在困到不行才停止實驗 第一個實驗過後 左央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只有早上媽媽起床的時候 看到滿地的蘋果皮及工具 還以為左央有夢有症 但是當時左央在玩這些遊戲時 都是抱著戲穴的態度 所以面對媽媽的疑問 他只是笑而不語 裝作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第二個遊戲是在午夜時分 拿上一碗白飯 插上三支箱 封在十字路口 選越暗的地方越好 最好是沒人經過的地方 這樣陰氣會比較重 等到三支箱燒完後 再把飯吃下去 因為這支飯中 早已住滿了遊魂野鬼的自陰之氣 據說這樣就可以很快進入臨界之門 左央在遊戲的過程中 只覺得心理壓力很大 好幾次都想要放棄 但是最後還是堅持完成了 他認為這個遊戲最難執行的部分 應該是吃那一碗白飯的時候 因為混著香掉下來的香灰 很難下咽 好不容易將白飯吃完 但是什麼都沒有看到 在原地待了一會兒就回家了 可是奇怪的是 當天左央從家門到十雁的十字路口 只走了大概十分鐘的路程 但是從十雁的地點回家時 卻用了一個多小時才回到家 是不是真的就像網路上所說的一樣 自己走到了什麼奇怪的地方 或者是所謂的鬼遮掩呢 不只是天涯論壇 幾乎所有的線上論壇 都是以時間軸作為貼文的順序 然而左央這篇關於第二個遊戲的貼文 時間顯示為 2014年7月13號下午4點45分 可是這篇貼文的前後兩篇貼文 時間顯示均為2005年 這到底是天涯論壇系統的錯誤 還是什麼原因呢 這個BUG至今都沒有修復 可是如果不是BUG 這篇貼文就是一篇穿越時空的貼文了 第三個遊戲是血腥瑪麗 玩法就不多做介紹了 左央玩完這個遊戲之後 也沒有發生什麼了不起的大事 最多就是浴室的鏡子起了霧氣 第四個遊戲則是四角遊戲 在凌晨的時候 找一個方形的房間 將所有燈關掉 在房間的四個角落各佔一個人 面向牆角不要回頭 遊戲開始時 其中一個角落的人 沿著牆面向下個牆角的人走去 並拍他的肩膀 然後被拍肩膀的人向下一個角落前進 以此類推 走到第四個人的時候 他的下一個角落應該是沒有人的 所以這個時候就要咳嗽一聲 並向下一個角落前進 據說這個遊戲進行到最後 就會發現 突然就沒有咳嗽聲了 意思就是會突然多出一個人 左央跟三個同事約好下班之後 一起進行這個遊戲 分別是老六 小風以及牛子 幾個人下班後先去喝了點酒 並相約在老六家進行四家遊戲 因為只有老六家有一個非常適合這個遊戲的房間 四個人一開始都嘻嘻哈哈的 直到一關燈 整個遊戲的氣氛就出來了 大家都閉上了嘴 當時的站位是這樣的 由左央第一個前進到老六的位置 老六再到小風 小風再到牛子 進行這種遊戲 就算再鐵齒的人 都會感覺到沉重的心理壓力 幾個人就這樣一直循環進行了二十幾分鐘 都沒有任何問題 直到小風的時候 他突然尖叫了一聲 因為他竟然連續走了兩個沒有人的牆角 老六馬上把燈打開 房間裡竟然只有三個人 原本可能多一個人的遊戲 竟然少了一個人 那麼牛子去哪裡了 正當大家都在瑟瑟發抖的時候 門突然打開了 牛子把頭探了進來 原來牛子因為當天啤酒喝多了 跑去上廁所了 這個四角遊戲也就以這樣的結局結束了 但是左央並不滿意他們的四角遊戲 於是他決定重新再進行一次四角遊戲 這次決定不讓牛子參加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女生 然而重玩這個遊戲 應該是左央最後悔的決定之一 一開始一切都很正常 因為有三個人已經玩過這個遊戲 所以大家都抱著輕鬆的態度 直到遊戲進行了十幾分鐘 女孩突然尖叫了一聲 左央馬上把燈打開 女孩死死的拽住左央的衣服 一直不停的重複 我要走 我要走 女孩的精神崩潰了 三個人馬上把女孩送到醫院 他們跟醫生說 女孩可能是被什麼東西嚇到了 他們不敢跟醫生說他們玩遊戲的過程 醫生給女孩開了鎮定劑 女孩很快就睡著了 事後女孩被問及當時發生了什麼事 他說 自己本應該走到沒有人的那個角落 可是當時卻感覺多出來了一個人 心理壓力最終還是壓垮了自己 所以才有那樣的反應 同樣這邊貼文的時間顯示 也是在2014年 原本在四角遊戲之前 左央是打算玩另外一個叫做 招鬼術的遊戲 但是這個遊戲的規則是必須要在15號月圓之日 所以左央在貼文中告訴大家 等15號完成的招鬼術的遊戲 再跟大家分享過程 可是自從分享完四角遊戲之後 左央就突然消失了 他承諾的招鬼術遊戲 也沒有了交代 左央這一消失 他的貼文馬上被灌爆了 很多網友都在擔心他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 直到四個月後 也就是2005年6月22號 左央上線了 他的原畫是這樣的 前段時間我確實遇到了一些麻煩 具體的過程我不想說 總之大概是我這輩子最痛苦的一段日子了 不過我不認為與我做的這些遊戲有關 遊戲畢竟是遊戲 不會改變人的運程與命運 這次上線後 左央就又消失了 直到三連八個月後 他再次出現一改往常的幽默 文筆間充滿著無奈跟嚴肅 我知道很多人都想知道 我為什麼這麼久都沒有出現過 我可以告訴大家的是 因為在後來我已經對這個ID感到深深的恐懼 其實這些年我也登錄了幾次這個ID 很想給這個並沒有完成的貼紙做一個終結 但是每次我都不知道應該要說些什麼 如果現在還有人問我 你寫的事你真的做過嗎 我仍然可以很肯定的告訴你們 是的我做過 而且我也為我當年的無知 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這個代價是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 感受到了那種最深層的恐懼和絕望 並且連累了我身邊的人 我家裡曾經有過不多 但是絕對不少的財產 和一家不大但是穩定增值 並且利潤可觀的公司 但後來我一無所有 這就是左央的最後一次出現 但是他並沒有對三連間發生了什麼事 做一個詳細的解釋 從這次發文之後 這整起事件就被稱為 直到2012年 一個ID為左央朋友的網友 在天涯論壇發貼 他原本也是一個追貼的觀眾 後來發現自己跟左央在同一個城市 於是加了左央為好友 經過六年的交談 他們成為了無話不說的朋友 只是微圖那篇貼文的事 不管他怎麼軟膜硬泡 左央就是不願再提起 直到2010年 這個網友發現左央的手腕上 有一個月牙型的傷疤 一看就知道是用大拇指掐出來的 左央終於才告訴他 那段時間似乎精神出了點問題 經常什麼都看不到也聽不到 並不是像盲人那種看不到 而是像鬼遮眼那種看不到 有一次他在過馬路 街上一個人都沒有 安靜的出騎 於是他想也沒有想 就直接往對面走 走到馬路中央的時候 忽然被對面一個中年婦女 狠狠的拉了一把 然後一輛車飛遲而過 幾乎撞到了他的屁股 他突然回過神來 街上明明有很多車 很多人 行人的交談聲 汽車的喇叭聲 一下全都響了起來 那個中年婦女因為太緊張 一個用力夠猛 才搓傷了左央的手腕 他認定左央是要自殺 甚至還報了警 左央的朋友還說 左央之前開了一家小公司 經營還算不錯 有著穩定的營收 但是在他消失那三年期間 他的公司突然莫名其妙走了下坡 很多訂單要么突然取消 要么就是各種原因無法完成 所以那一段時間 一切的事情都很不順心 本來就會錢的事情頭痛了 有一次一個很好的朋友還上門借錢 哪裡有錢借給他 再加上心情不好 於是跟朋友喜而爭執 左央一腳把辦公室的垃圾桶踢翻 他那個朋友看到後 冷笑了一下 不借就不借 你何必把錢藏在垃圾桶 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下山爛了 左央低頭一看 才發現散落的大量子團 有為數不少的鈔票 後來又有一個ID叫做後秀才的人 在網上發了關於左央的事 因為貼文很詳細 很多人認為後秀才就是左央本人 他有交代左央的現狀很好 要說那三年發生了什麼事 後秀才說 左央那三年飽受幻覺的苦痛 常常在夜裡驚醒 意識清醒卻動不了 就是所謂的鬼壓床 耳邊還有恐怖的對話 早上起床 身上也經常青一塊紙一塊 長期身上有奇怪的抓痕 後來幻覺越來越重 甚至影響了生活 不過左央依然相信醫學治療 花了很多錢 人際關係也慢慢變差 跟別人正常對話 後來也會莫名的翻臉 從前很親密的狗狗 但是那段時間 一見到左央就廢教不停 家中也苦難連連 車禍什麼花錢的事情 也越來越多 這些事情 是不是跟當年玩的遊戲有關係 他自己也說不清楚 但是當年左央貼文的最後一句是 對於神明以及靈魂 你可以永遠都不去相信 但永遠也不要褻獨與不尊重 好啦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喜歡這部影片歡迎分享 留言按讚訂閱以後 去最新的影片中介紹 掰掰